如果你玩历了和平精英想体验其他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又或者手机内存比较低的兄弟们 那么本期老郭带来这款游戏满足了一系列需求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视频 刚开始进入游戏系统默认的是英文 首先我们需要在右上角设置里面改成中文 在我指定的位置点击找到中文点击OK 然后退出游戏重新进入游戏 中文便可更改成功 大逃杀类型的手游大家都有了解 而这款游戏的画质不是特别的高 其他的都挺好 新手开局比较容易 就好比你和平开了一个星号 然后玩一局 有一部分人机 吃鸡的话也比较简单 可以去试一试排位置 你会知道是怎么被里面的玩家把你当人机欺负 地图也非常大 有滑板 还有锁道 还能匹配到国外的玩家当你的队友 如果你的英语好的话 就可以和他们愉快的沟通 游戏优化也挺好 如果玩累了和平的话 这款游戏将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那么本期视频就在这儿 我们下期游戏再见